每次的目標 所以你們現在應該對物流 有一個比較概括性的認識 那我們再回到什麼叫做物流 我們先介紹可能會跟物流有關的一些字眼 然後讓大家對這些字眼之間的關係 有一點基本的了解 第一個 像Logistics Management 有的人翻成物流管理 有的人是把它翻成後勤管理 那你們就很好奇說 什麼叫做物流管理 或什麼叫做後勤管理 什麼樣的行為界定在後勤 什麼東西不算後勤 那在講這個 我們可能在工業工程裡面 我們一定要先了解幾個基本字眼 你們一定都聽過這些字 生產系統 製造系統 甚至製造支援系統 應該聽過吧 甚至山管 我如果沒記錯 林哲夢的教科書 其實在前幾章有定義這幾個字 這三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要加減乘除 讓你要去表現的話會是什麼 我為什麼說他 我為什麼要一開始先問你這個 因為他是最好 用符號比較好表現 我們通常指生產系統 是指製造系統加製造支援系統 好 我們就不定義生產系統 我們先定義什麼製造系統 什麼製造支援系統 製造系統是內套生產線 那如果有兩條生產線那怎麼辦 你不是說哪一條生產線 我能不能更專業一點的定義他 什麼叫做製造系統的角色 如果我要比較嚴謹地定義他的是說 跟我的生產標的物 有直接接觸的人設備流程 所形成的體系叫做製造系統 那你可能很好奇什麼叫做生產標的物 所以生產標的物就是它的原物料 半成品 成品 你要生產什麼 它所對應的原物料 成品 半成品 成品 所有直接接觸的這些角色 這些人 設備或流程 所形成的體系 我們稱為製造系統 這樣你就比較清楚說 到底怎麼界定製造系統 還製造支援系統的人 好 那我們就來看 現場的作業人員 是製造系統的人 還是製造支援系統的人 製造系統 研發人員 製造支援 因為他不會直接接觸生產的標的物 你看可能有一些Design的概念 但是他不是直接碰觸在這個 生產標的物上的 檢驗人員 製造系統的人 財務人員 資源 我們又稱間接人員 直接人員可能是現場的 員工 領班 機台 我們說是設備 那辦公室裡面的電腦 可能那時候是研發單位的電腦 那都是屬於製造支援 因為他不直接接觸生產的標的物 那什麼代線的 IE有一些人 畢業之後可能會去代線 這些代線員 因為他就是直接投入在 第一線的生產單位的 所以那些角色 設備跟流程 我們稱為製造支援系統 那製造支援系統 那所謂製造支援系統 就是 秉除在製造系統以外的這些人 設備跟流程所形成的體系 我們就知道製造支援系統 所以我剛剛講的什麼研發財務 甚至IE都算是間接的 因為IE他談的是Cost Layout 這些等 當然你如果不是做傳統IE的工作 你是做代線的工作 那你有可能是屬於第一線的製造單位 製造系統的角色 那為什麼要扯這麼多 原因是因為 所謂的後勤管理是指 製造系統的相關功能的管理 我們通稱為後勤管理 這是比較大的講法 談後勤管理的概念 因為製造是第一線 一個製造業的存在 當然就是為了製造行為的發生 那當然製造系統就相當於它的第一線 這個第一線之後的相關的工作 我們稱為後勤 所以才會有後勤管理的字眼存在 那物流管理如果比較廣義的認定的話 有可能認為所有跟這一個製造系統 有關的管理都算在這裡 可是這個是比較廣義的來談物流管理 可是實際上真正比較狹義的物流管理 沒有那麼大 它主要是談物跟資訊的流通 所以以後製造系統 生產系統不要亂用 還是它有一定比較嚴謹的定義 並不是一樣的 通路管理 我們稱為Channel Management 那以後management我就簡寫 寫成這樣子 那通路我們等一下會講 什麼叫做通路 所以我就不特別 以下這些term 我盡量不細數它的細節 否則可能時間會拉很長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ation 我們中文翻成輸配送 主要是做貨物的配置跟運送 那還有你們常聽到的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英文縮寫我們叫SCN 那中文我們叫做供應鏈管理 我想這個字很常 你們可能很常聽到 可是這個字大家可能對它也沒有一定的定義 我們用一個簡圖來呈現什麼叫供應鏈 對一個企業而言 它的上游有supplier 它的下游有需求者 demander 那廣義的supply chain指的是 供需之間的關係 這一整段都算是 整個供需的體系 那比較狹義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是只有這一段 只是談供應端 那如果是狹義的SCN 後面就是所謂的demander management 需求管理 或是有的叫做CRN 顧客關係管理的 我們剛剛主要跟大家講到一些 跟物流管理可能有一點點 有的或近或遠的關聯 那我們剛剛講到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應鏈管理 我相信這個字眼大家很常聽到 那供應鏈管理 我們先談它的range 有的人狹義的供應鏈管理是suppose 包含了從供應到需求端之間的 相關的管理行為 那所謂相關管理是包含哪些 我等一下再講 那有的可能是談的只有供應端 企業的前段 它在取得這個原物物料 這一系列的相關的行為 那這個是認定是供應鏈管理 有的可能只有狹義的認定 只有這一塊 那當然只有認定到這一塊的話 下面的這一塊 我們就叫做需求鏈管理 或者是顧客關係管理 那這個部分可能 我記得深管好像有一個章 專門叫做需求鏈管理 好像第十幾章的樣子 我記得如果沒錯的話 林老師有特別把它獨立出來 當作需求鏈管理 也就是他把供應鏈管理 視為前端 需求鏈管理視為後端 也就是他用的供應鏈管理 是指前端的部分 或不是整個廣義的供應鏈管理 好 那下一個問題就來了 那供應鏈管理到底 不管是下義或是廣義 到底包含了哪些事情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那可能會涉及到很多的細項 那我們講一下可能包含了什麼 可能常常這麼一打的同學 就開始慌了 就覺得這怎麼繼續打下去 因為完全沒譜 就是想要供應鏈管理這樣子而已 典型的供應鏈管理 可能有所謂的 包含了供應商的評選 什麼是供應商的評選 就是你到底有 你這些原物料 有哪些供應商來提供 有多少供應商來提供 那怎麼樣來界定 這些供應商的好壞 怎麼去評選他們 這都是屬於供應鏈管理的 一些環節 甚至包含了物的流通 你怎麼跟供應商之間 做原物料的流通的 這個也是屬於供應鏈管理的一環 所以有的人認為 在供應鏈管理當中 物流管理只是 供應鏈管理的一個環節而已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細項 那我要這樣跟大家講就是說 當你要談說 你想要做物流管理相關的 研究的時候 你會很常被問到底是哪個研究 有人是談說 供應商跟企業之間的資訊交換 或是系統整合等 或是一系列的很多 那如果單程談 供應鏈管理太抽象 也太粗糙了 就是把供應鏈管理 跟物流稍微做一點區隔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供應鏈管理所設計到的主題 非常多 物流管理 是供應鏈管理當中的一個環節 好 這是第四個term 那第五個是 QR system QR 是來自這兩個字 Quick response 快速回應系統 中文直接翻 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翻出來 叫快速回應系統 那什麼叫做快速回應 或是什麼叫做回應 通常我們所謂的回應是指說 當你的需求端發生變化的時候 供應端做出對應的回應的能力 這樣子的能力 我們叫做time to response 或是 就是我們叫做 response 需求端的需求可能會變 或所謂需求會變 也許舉例來講 需求端可能跟企業下一個單 我要買 我要AA這個東西多少個 可是有可能 他可能過了一天 或過了幾個小時說 我剛剛跟你講 AA的三千個 可能不要那麼多 我要AA兩千個 那對你而言 他需求端做出一個 這樣子的變異之後呢 我這個供應端 做對應的修正的能力的強弱 我們就叫做 response time to response 那通常我們所謂 quick response system 當然希望能夠針對需求端 如果有一些變異的時候 我能夠很快的做出對應的回應 比例來講 可能原本這個訂單下了三千個 他現在改成兩千個 也許我也可以去做我生產的變動 那或是說你可能也許今天 我舉例來講 今天需求端原本需要你把貨送到A這個地方 可是事實上他又改成要到B 那你有沒有能夠做出這樣的回應 也許我沒有要做出來 我還是會把它送到A 然後再從A再去把它取回來 然後再送到B去 這種回應的能力就是比較弱 那快速回應系統當中有一個很大的環節 是跟物流有關 好 所以這個以上是一些有關物流管理的字眼 那底下我們要談的是 那在這些字眼之下 好像這些字好像有一些關係 又好像跟物流很像 但是又好像不一樣 那到底物流管理我要怎麼定義 所以我們到2.2才在定義物流管理 而這就知道是一個最多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很長時間 在內心裡頭上 就是沒有人自動火 是沒有人自動火 我真正在碰到 那一段時間 是沒有人自動火 我們最終心就是 你應該不舒服 我們